哈喽 欢迎大家 请看阿琪朋友 留意在这个描述里有接入主题内容的时间 今天就是星期五深度谈 节目时间会比较长 今天为什么要搞到三点呢? 最主要是因为我被那只黄猫搞到我 是... 为什么呢? 它现在越来越黏我 我一直在预备节目的时候 它在我前面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捐来捐去 还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于是由于它搞这么多古灵精怪的动作 所以我就帮它录影 录影了一些... 花了我又不是很长时间的 明天呢? 先看看不是明天 或者是星期一 我会把它剪辑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在做直播的时候 那... 其实呢 今天呢 到了三点钟才可以做直播呢? 我其实就吃完早餐十点钟开始 就已经是开始准备 如果由十点钟也计 十一、十二、一、二、三 我其实在这一期内容当中 只是写稿 用了五个小时 其实不要算 昨晚开始就已经开始整理那些新闻联结 要整理它们 还有呢 之前每一天呢 我都要上去看看有什么新闻 要辑录下来 所以呢 做一辑的星期五深度谈呢 其实都花了我多少时间 可以说呢 我估计我也是成为这个... 可能香港YouTube界里面 最没有效率的一个时评人 搞了这么久 另外呢 一会儿才宣布 正式开始才宣布 今天呢 由于节目时间比较久 而就... 已经是香港时间踏入了十一点钟了 所以呢 我想就唯有争取时间 要不然就搞到大家很晚睡又不好 对吧 所以呢 就现在正式开始了 不过大家的留言 我是感谢你们的 我看到大家的留言 哈利路亚 Kennif W Liun de de Latera Lee 河马仔 Bel Chan Silly Lily WM Co 还有Yu Fai Ye Toy Lam Sum Wing Yi Yu 多谢大家 正式开始了 好 欢迎大家收看收听随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就是2023年的3月10日 今天就是星期五深道谈 是讲一个一个星期里面的国际新闻 节目时间就会比较长 希望大家有心理准备 今天节目内容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 美俄中关系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 第二 国际社会和中共的关系又如何呢 第三 中共两会反映的习共的形势 以及香港在国际的关系等等 所以非常之阔 不过我会将最重要的题目就是美俄中关系的微妙转变 放到最后 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最后 大家都知道了 由于星期五深道谈说的是一个星期的新闻 有些新闻你可能已经听过 不过不要紧 因为老徐习惯用一个框架 贯穿所有这些新闻 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对一个星期的国际时局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换言之 听完或者看完老徐的星期五深道谈 你最少是对一周国际局势有一些掌握 当然 应该这么说 国际局势是流动的 今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已经会有很大的变化 或者有些新的景象 譬如今个星期就有很多新的景象 好了 所以每个星期五 希望大家都会来听老徐的星期五深道谈 另外 之前我已经说过 就是我会开一个YouTube的会员制 那里 那里我们也会把星期五深道谈摆下去 怎么摆呢 就是在直播的时候 直播之后 就会把它摆为会员转区 就是只有会员可以看 就是看阿卡的朋友 就看不到了 OK 好了 争取时间 今天这个节目应该也可能接近两个小时 先讲讲第一件事 香港的国际关系这方面 先从香港讲起 美国非政府组织叫自由之家 在3月9日就发布了2023年全球自由度报告 freedom in the world in 2023 针对全球195个国家和15个地区 在2022年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状况进行评估 中国排名继续占底 最后那个 成为了连续50年 都是在不自由之列的国家之一 台湾又如何呢 台湾排名亚洲第四 属于自由之列 至于香港状况 就被去年进一步恶化 被列为部分自由 这个报告指出 任何国家都无法跟中国监控国家的规模 和复杂程度相提并论 其中 居民的活动受到公共安全摄影头像 和城市网络管理的机器 和一支自动系统的侵入式监控 所以 真的要恭喜中国 你又拿了冠军了 畢竟也是 战底是倒数第一 也是叫冠军 而且报告说 除了你之外 没有任何国家做得到 这个也应该是值得恭喜的 当然 正如中共过气代言人成龙所说的 中国人是要管的 至于接盼者 我称之为宇宙最强 Donkey Yen 他说 外国媒体不报道真实的中国 所以 自由之家 当然是诬蔑我们习近平主席 主理之下的中国共产党 我帮他说 不过就是这个时候 香港的国安警 送上一个大礼 给自由之家 告诉他 这个就是 印证了你们这个报告的客观性 香港的国安警在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候 拘捕李卓人的妻子 邓燕娥 邓燕娥 是上世纪80年代组织工会 为香港工人争取权益的工运人士 你可以说 他在这方面的资历 跟李卓人差不多 甚至跟我们那一代 也很有名的 叫刘千石 那时候的年代 是一个公运分子 他在2021年 离开香港护英 因为知道了丈夫李卓人最近在浴中摔倒 所以决定回来香港探望他 谁知被国安警在他探望李卓人 在赤柱监狱外面拘捕他 好了 这件事情 正如我刚才所说 可以作为自由之家的其中一个佐证 我们说香港的自由是下降的 这件事情又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警方国安署人员在3月9日 今天是10日 即是昨天 中午在赤柱监狱外拘捕前职公民秘书长 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 指他涉嫌违反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 他现在被扣留在赤柱警署 由中联办拥有的《文汇报》 厉害了 早着先机 早就已经在赤柱监狱的门外 拍下邓燕娥被带走的整个过程 很明显 就是说 为什么《文汇报》记者这么把炮呢? 有几个可能性 一 他刚刚探讨人 所以 刚巧遇到这一幕 第二 就是收到封 知道了国安警要工作 究竟是哪一个原因 大家自己猜 我们这些没有可能证实 好了 现在这件事情 我有以下几点的回应 第一 刚才说 邓燕娥在2021年离开香港 应该再确实地说 是2021年9月 当时仍然可以离开香港 就是说什么? 换言之 当时未有案子 第二 邓燕娥回香港探望李卓人 可以合理地估计 邓燕娥认为不存在风险 第三 邓燕娥回港的时候 并没有在机场里拘捕他 没有在机场里拘捕他 合理地估计 邓燕娥并不在所谓的拘捕黑名单之中 如果不是 照计在过关的时候 就已经拘捕了他 好了 第四 在2021年9月 当时亲中媒体 就是党媒 有这个文章 指职工民收取外国势力资金 当时邓燕娥的名字 确实出现在这个报章里 这个文章指 由邓燕娥出任董事 在1999年 1999年成立的 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是被指主要收入来源是来自外国基金会撥款 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核下的叫做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资金 大家听得出 这件事发生了什么 就是说邓燕娥在1999年 就已经收取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资金 这件事说真的 在以前来说 根本就是正常不过的事 大家都是劳工组织 各方面会有联系之余 会有我们资金往来 是吧 好了 现在就成为了他的一个罪证 收取外国资金 就叫做勾结外国势力 好了 但是这个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就是邓燕娥当董事那个 其实呢 在有了《国安法》之后都知道 哎 你知道了 《国安法》立了之后 很多公民社会的组织 就落集了 也不知道这个妄无边际的恶法 究竟会不会触碰到他呢 好了 所以呢 在2021年9月就已经停止运作 而职工民也在之后的一个月 就是10月 也是解散了 换言之是什么呢 我想说是什么呢 所谓的 如果我就算当 你所谓的犯罪行为 都已经没有持续下去了 1999年 至2020年7月1日 这段时间是不算犯法的 好了 到了2020年7月1日之后 你看到他也是反应到《国安法》 然后就拉闸了 所以如果这么说 他的犯罪行为是没有持续下去的 好了 还有一点 看起来 哪些人要持续下去呢 在这件事上 是国安警 是国安警要将这些 所谓的过去是合法行为 和合法的组织 变成非法组织和非法行为这件事 要持续下去的就是国安警 重点就是 拘捕邓燕娥 你到底想达到一个如何的政治效果呢 就是为了要证实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家臣 他叫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他在回应习主席的说话 当中提到 在两会里提到 李家超 指着李家超的鼻子 我说你知道 香港的国安风险仍然存在 好了 所以既然夏宝龙也说了 那你国安警就要教功课 以证实香港的国安风险是仍然存在的 所以 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的可能性 就是 为什么邓燕娥 在回来香港 当日也没有被拘捕呢? 因为夏宝龙还没说话 当然只有个古字 没办法证实到 可以这么说 实质的效果是什么呢? 这就不用靠估计了 邓燕娥的被捕是必定让自由之家这些 英美失望我势力的国际人权组织 就会更加留意香港人权的情况 或者叫做香港政府对人权的侵害 你可以说现在 香港国安警就把弹药给了国际人权组织 相信今年是2023年的报告刚刚新鲜滚烈出来 老徐很有信心 在2024年 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度报告 香港和祖国的排名 会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不过我有个担心 只怕有一天 如果真的不过意超越了祖国 走得太近 你知道现在祖国占底 拿最后一名 但如果万一不过意 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祖国就是囚禁刘晓波 至于对刘霞 就是刘晓波的太太 也只是软禁而已 非常黄恩大赦 软禁而已 没有抓到她入牢 但是你现在看看香港政府如何 对于李卓人的太太邓燕娥 挪迹罪名 然后跟着她 而收监 停一停 看到吗? 听到吗? OK 大家给一些指示 显示我究竟有没有停顿 告诉我 好了 现在我就说了 香港政府竟然对李卓人的太太是什么? 挪迹罪名 继而收监 随时你可以说取代祖国 取得人权最低劣的冠军 倒数也算是第一 我所说的 做人不能流芳八世 也要遗臭万年 下一年如果真的被香港取得战底之位 抢了祖国的荣誉 习下一个不高兴 将你心心超 心心超 心心超 有个手势 将你心心超 关进巡城 到时如果真的这么发生 老徐除了恭喜之外 也不知道说什么 先恭喜 正所谓人头马一开 好事陆续来 好事陆续来 好了 好事就是这件事 就是联合国委员会 又是一个国际人权组织 联合国委员会 在3月6日有报道 就说 在他核下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就香港履行相关国际公约的情况 发表审议报告 关注港区国安法对司法独立 组织工会 教育和文化等多方面权利的限制 促请港府和中方合作检讨国安法 确保港人得享上述权利和自由 另外 这个委员会又建议当局废除国安热线 指这个热线会影响公民社会工会 教师等群体的工作和表达自由 好了 对于联合国的报告 香港政府非常认真处理 立刻叫一个人快回应回应 于是在凌晨时分 发出一个五千字的长文反驳 港府声明说强烈反对委员会在听取港府解释之后 仍然是偏听偏讯部分不真实的讯息和歪曲的报道 以偏概存地在所谓的结论中一面倒地妄议香港人权状况 妄议这两个字真的用得好 稍后再说 好了 还说联合国这个组织 执意作出失实 偏颇和誤道的内容 港府对此心表强烈不满 坚决拒绝 坚决拒绝你当然可以拒绝的 我没有说你不可以拒绝的 不过我要说说妄议这个字 妄议 大家经常听到都是出自习贡那边的口 妄议中央 在下的 不应该讨论在上的事 不过问题是联合国 联合国 你知不知道联合国是什么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签约国 你香港也是以香港之名义 積極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你不相信 老徐分享一个视频给大家看 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己的网页说的 他在这里说什么 他说 香港是以国家 这个联合国 以下的组织应该这么说 香港政府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 都是以国家为单位 但是按照基本法第152条的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可以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 或者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有关组织所允许的身份参加有关活动 看到吗? 这里国际组织的名称当中 有很多都是与联合国旗下的委员会有关 很多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页看看 联合国经济社会 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那就是什么呢? 先拿去 那就是有权去评论成员国 或者成员国地区的人权状况 这是他的职责 也不是像我们一般这些事评人 生草药那样 说得出就说的 我啦 不要说其他 我就是的 我是生草药而已 说得出就说 别人联合国是有专家深入研究的 所以你说别人妄意 那真的很大事 如果联合国也不可以评论你那些人权状况 这个世界还有哪个组织有这个资格呢? 好了 第二 这个其实是外交之时 什么时候到你香港政府出声呢? 你这些就叫做禅阅 禅阅是大罪 是谁开声呢? 你现在当外交部驻港公署死的? 这件事涉及到联合国的一个报告 那当然交给外交部驻港公署说话了 所以李家超又真的 不是很懂得规矩 好了 至于第三 香港政府的回应真的完全不留后路 骗听骗信 罔顾事实 以骗该传 一面倒妄意香港人权状况 将审议工作政治化 他说 你用不需要说得这么尽 那你就是说联合国 是故意唱衰你香港 那就是说他有政治目的 那结论只有一个 我们分手 是不是? 就是这么说 譬如他来 有一个女人 在她的闺蜜面前 肯定数臭她的男人 哇 这个混蛋 没有本事 找不到钱 养不起头家 经常挂着打游戏 又不帮忙臭小孩 吃烟喝酒烂滚 譬如这样 你作为她的闺蜜 听到这样去数臭她的老公 你认为她们会给你什么意见呢? 离婚吧 所以呢 这里 我都觉得既然香港政府已经说得这么尽 这里 我再一次 上一次已经做了一次 我再一次 敦促深深超 深深超来 快点向中央政府提请 退出联合国 好了 再说说两会的新闻 我之前已经说过这个叫奇蜜两会 星期三的直播 当中已经提到里面有很多奇蜜现象 如果你还没看的话 呼吁你去看看 挺有趣的 BBC最近有一篇文章 题目是 中国两会史上最保守GDP目标 传递出三种讯号 就是这篇 我试试简短讲讲这篇BBC的文章讲什么 他说 中国2023年两会拉开围幕 作为第一场重头戏 总理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公布了本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5% 5% 5% 咦? 是不是我的子女回来呢? 你等等 好了 今天星期五实在是会比较闹阁些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三点钟才开的节目 他们三点多就放学 现在三点三十四分 一会随时要像刚才那样 听到敲门我就要开门 好了 已经说了 哇 今次很厉害了 那个目标是5% 很快的 在2011年之前 2011 今年是2023 2011年之前 中国的GDP增长目标参考性 不太大 譬如好像2005年之前 连续6年 都设定在7% 但是2005年开始 连续7年 都设定在8% 而在这13年 几乎每年 中共实质的GDP 都是大幅超越它所设定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 它的设定有它的设定 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但是疫情摘来的2020年 中国三十多年以来 首次是未设置GDP增长目标 到了2021年又设定了 目标设定在6% 6% 今年竟然设定在5% 所以 你看到今年的目标 为什么竟然比起 现在你是放宽了 2021年也设定在6% 至于2022年设定在哪里呢? 5.5% 为什么今年你属于 开放的复偿之年 竟然GDP的目标定得这么低呢? 这篇文章说 其实你可以说 这个目标显示出什么呢? 连外国专家都觉得 今次的GDP增长目标 非常非常非常保守 好了 所以他说有三个讯号 第一 复苏开启 回复常态 这个不用解释了 这个不用解释了 第二 这个才是更加重要要分析的讯号 他说困难不少 后遗正强 刚刚听我的数目 你知道今年 李克强最后的一个报告 可能5%也不是他设定的 应该是李强 没有了黑字那个 这个目标 之所以保守 就是因为他们预计 将会面对不少的困难 也后遗症非常多 在全年里面 由清零钟定了封关 封晒 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打击非常大 在两会上公布的预算案透露 对于未来一年的卖地收入 预期仍然低迷 土地出让金为主的政府性基金 土地出让金我估计就是卖地 你就当是卖地的钱 他说这个收入在2022年 大幅下降20% 缩水近7.8万亿元 而在2023年这项收入 也仅仅预测微增来0.4%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李克强勉励地方政府着力保持经济增长 今年却要求他们防止债务累积 点明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不平衡 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体验了地方政府的困局 政府高价出售土地 以获取财政收入 资助公共投资 在这方面耻路不通 如果严厉监管房地产行业 政府收入大受影响 如果监管不到位 这个行业又累积大量债务 容易造成金融风险 因此从长远来说 中国的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尋求其他财政收入来源 譬如征收房产税 他说中国其实酝酿征收房产税已经有十多年了 但面临着包括地方政府本身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阻力 他们担心如果征收房产税就会侵害房产价值 以至引发市场的抛售 现在就更难了 现在房地产业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你再征收房产税 只怕地方政府可能会再倒下 所以你看到 但是现在地方政府又没有钱 所以你看到 习共的地方政府 是陷入一种叫做 藏板夹袋袋的困局 向左向右都痛 你说现在这样搞 所以为什么他只敢增长5% 刚才我说了 很多国际经济专家都说不止5% 不止的 其实我也信不止 怎可能 因为基数低 我所谓的不止 是因为在习帝的管治之下 中国的经济在2022年跌入深谷 现在你所谓的都是复偿 复偿 当然因为已经跌到这么低 所以自然 2023年的增幅应该大幅增长 好了 信号3是什么呢? 他说信号3就是 监管不会放松 刺激不会盲目 所以才会定在5% 因为打算他仍然对整个经济 有很严格的监管 不会盲目地刺激经济 他说本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定在5% 低增长目标 就是为了保留空间 什么是空间? 是解决经济结构性的问题 而不是盲目地刺激经济 去加重已有的问题 譬如好像地方政府的高额负债 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我不是经济专家 不过老沈说 我不是很乐观 我不是很乐观 因为这些所谓的结构性问题 其实存在已久 而在一个独裁政府体制之下 是不容易解决的 你不可以靠市场自己的所谓起跌起跌 如果你是以市场去解决 它自然会起起跌跌 但是在极权的体制之下 就可能会一跌不起 这是过去的历史教训 好了 至于另外一件事 既然钱不够 但是钱还要拿去哪里洗? 很重要 是不是? 你不是说 原来中共的钱 留下来就是抗军 哎 弄错了 哦 不是 sorry 抗军 对 是这个 没错 这个 中国公布 2023年的军费年增幅为多少? 7.2% 喂 刚才我那宗新闻就说 中国对于GDP增长只想着是5% 那就是说什么? 7.2%是远高于GDP成长的目标 观察人士分析他说 中国扩大军费预算不单止针对武统台湾部署 甚至是突显中国对于现在的国内外环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你不要说中国 其实应该是说习近平 精神领袖对于现在的国内外环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习帝他自己觉得从来没安全过 但是一手搞到这么不安全都是他自己 根据中国财政部在3月5日发布的财政预算草案 中国在2023年编列的国防支出是1.55万亿元人民币 年增长7.2% 连续百年程个位数成长 也远高于5%左右的经济成长目标 以及5.6%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增长率 就是说 刚刚说的5.6%是中央政府会大约增加的开支 但是军事开支的增长是超过了中央政府总预算增长率 好了 你可以说 这个7.2%的增长幅度是2013年国防预算几乎一倍 现在的国防预算好像是比2013年 翻一翻 中国国防预算连续四年攀升 而且增幅逐年略增 相较于今年的其他预算科目 例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是收缩的 收缩多少?0.7% 教育和科技预算分别增长2% 增幅也是有限 唯独是国防和维稳预算分别增长7.2%和6.4% 就是维稳费也要增加 分析人士表示 北京面对诸多的地缘政治挑战倍感紧张 包括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问题 以及亚太伦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 以及美国在争议当中的海空领域 执行航行和飞越自由等行动 所以令习近平很紧张 其他都要缩 唯独洩的军费就要抗 而且大幅增加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崇田康博 他这么说 扩张军费的部分 原因当然是剑指台湾 不过 他说 因为美国的情报明确指出 习近平已经抹了一个不过字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他说很明显剑指台湾 是因为美国的情报明确指出 习近平已经下令要在2027年前 完成武统台湾的军事准备 是预备好 不是说2027年要打 是2027年就要预备好 武统台湾 他说他一旦决定数珠武力去解决台湾问题 美军的介入也不可不防 所以他的分析就是 今次习近平大幅增加军费 不单止要武统台湾 甚至要预计美军可能会参战 所以军费要更加大了 好了 不过有人有不同的说法 台湾中正大学战略契国际事务研究所 创所所长叫宋学文 他说如果仅仅是对付台湾 中国是不需要增加这么多军备的 意思是已经足够了 不用这样增加 所以应该不止是对付台湾 宋学文认为从最近的发展看起来 他不单止是针对台湾 他是美中一种对峙的局面 他说不管是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制裁 科技制裁 或者是日本军备的增加 或者是未来第一岛链好几个国家 都有可能是增设中程导弹 所以这些都会引发军备竞赛 以及各国国防预算的增加 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在习共的增加军备 是对应全球最新军备竞赛的形势 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从田康博也是刚才说的 他也同意 他说中国军费在过去30年内增加了39倍 他的增长速率是全世界少见的 中国军事专家一再将中国军费的增幅 和美国对比 从田康博就说 你们中国军事专家这样对比 言下之意是什么呢? 你似乎仿佛说中国有称霸全世界的野心 就是说你现在要跟美国比 跟美国比 你没得比 别人美国是世界警察 你一旦说美国就增加了这么多 那你是否想做世界警察呢? 至于刚才说的那个宋学文表示 他说中国军费年年攀升之后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 亚太地区也已经正式进入军备竞赛 包括了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 甚至澳洲在内 甚至澳洲在内的亚太地区 都出现了加大投入军事的趋势 而且美中的大国竞争越来越白热化 两大强权 难免有正式摊牌的可能 就是说开战 所谓摊牌 好了 所以大家看到 现在的形势 一会儿还有一些新闻涉及到军事的扩张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星期的国际形势 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 以前美苏冷战的时候 其实反而军地竞赛只是两个国家之间 后来冷战结束 你知道哥尔巴乔夫 然后大家控制 不要再在那里花钱了 但是现在正式可以说 是进入了全世界的军事竞赛 好了 这里 所以我说 还会有一些新闻涉及到军事 就是这一单 好了 大家都听过一个组织叫AUKUS AUKUS 就是澳洲、英国、美国 一个新的军事联盟 其实是专专针对印太区的军事联盟 路透社报导 四名美国官员在星期三 就是3月8日表示 澳洲预计将会在2023年购买多达五艘美国佛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 这个新闻早已有 但是现在进入了一个落实阶段 它说作为华盛顿、坎培拉和伦敦之间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防务协议一部分 并且对中国提出新的挑战 这个协议刚才说了 它叫做AUKUS 彭博社的报导 知情人士说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3月13日 在加州宣布和澳洲和英国领导人 达成核潜艇协议的细节 预料美国、英国、澳洲三个国家的领导人 也将会在加州的海军基地会面 澳洲将会成为全球第七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依靠浓缩有反应堆 推进技术将会令到澳洲海军技术方面 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 好了 有关这方面 中国当然有反应 澳洲在它隔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3月9日表示 美国、英国、澳洲三个国家的这一项合作 构成了严重的核扩散风险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的体系 刺激军被竞裁 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August的三个大国都表示 我们没有违反核不扩散条约 没有 没有什么事 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值得说一说 真的很有趣 国际社会终于明白了 对付烂仔的方法应该怎么做 什么叫烂仔呢? 烂仔打人是不会承认的 他就说 什么? 我教训一下他而已 烂仔打完人之后 你跟他讲道理 他就叫你 喂 你这样 你干嘛还要骂我? 我叫他不要这样 我教训一下他 你现在干嘛要骂我? 你干嘛要打压我? 烂仔就觉得 我打人是我的权利 你骂我就不对 所以呢 你不可以对烂仔斯文的 因为他是会吃着想的 现在国际社会终于明白 对付习共这些烂仔 你不可以跟他讲 用回他那里 他现在就说 你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 其实August是否真的核扩散呢? 我只可以说可能是 但是对付烂仔 你守规矩 他不守规矩 然后叫你守规矩 如果你真的守规矩的话 他一定会打赢你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已经多次说了 我觉得拜登这个老狐狸 政治老狐狸 真的很懂得 如何对付习共 怎么这么不承认 没有啊 没有啊 我没有 我没有违反什么规矩 没有啊 好了 军事方面之外 除了澳洲August 还有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韩国和日本 韩国和日本 如果你有留意政治 你也知道 两个国家其实是互相不妥的 很多牙齿印 当然也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对于亚洲国家的侵害 南韩经常拿来说 但是最近他们有公布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 全河辉 在3月7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政府公布 被日本强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解决方案之后 这是一个方案 是说一些韩国人曾经被日本强证劳工受害者的赔偿问题 公布完这一件之后 就将研讨关于加强韩国和日本 韩国和美国安全合作的各汉事宜 据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随着上述赔偿解决方案的公布 预计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常化 是迟早会得到落实了 就是将过去大家之间的糾纷 尽快解决它 然后接着就要落实 已经存在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东京那方面 日本防卫大臣奔田正一 在周二出席记者会时表示 日本政府非常赞赏韩国政府在昨天宣布的措施 另外他也补充说 在这个基础之上 随着围绕日本和韩国的安全环境 包括围绕朝鲜核导弹发展的形势 变得越来越严峻和复杂 日本和韩国之间 以及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合作 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宾田正一指出 他说目前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之间 存在各种问题 但是防省卫和自卫队打算 为了印太地区和和平稳定 包括在处理朝鲜问题的时候 要和韩国方面保持密切沟通 这个你看到韩国和日本恢复友谊了 他们两个国家最应该多谢的是谁呢? 那当然是精神领袖习近平 譬如他这么说 两个人 你看我不信眼 我看你又不信眼 谁知道看到一个仲仰衰的 还有是哈哈巴巴 于是这两个人就觉得 看着看着 对方也不是这么坏 看着看着 好像挺英俊的 再看一件这样的东西 这件这样的东西 于是 两个人 互相打个颜色 又怎样呢? 打他 一个这么厉害 撩鼻屎 当众撩鼻屎 当然是人人得以突之 是不是? 现在习共似乎陷入一个这样的境地 就是被人觉得他很醉 这个人当众鸟被屎 好了 所以不只是日韩 现在荷兰都加入这个突出的行业 荷兰政府在3月8日表示 星期三 计划对半导体晶片技术出口实施新限制 以保护国家安全 有关限制措施将会在下季之前出台 据路透社说 这个宣布标示着半导体行业的创新领导者荷兰人 首次采取具体行动 采用华盛顿敦促的规则去阻止 中共的芯片制造行业 去阻碍 不是阻止 阻碍它的芯片制造行业 以减换中共的军事发展 这一件事大家就知道了 没错 拜登政府在去年的10月 对美国的制造晶片工具实施出口管制 去限制中共获得先进的晶片 用于制作武器、侵犯人权 以及提高中国军事后勤的速度和准确性 这就是拜登在去年10月就已经下了这个指令 美国还当时敦促日本和荷兰这两个晶片制造国 就说这些工具是晶片制造工具的荷兰和日本 都说麻烦大家一起努力吧 当时荷兰的首相马克里特在今年1月访问白宫 见了美国总统拜登 讨论了这个议题 现在你们可以说就是见了拜登之后 荷兰政府正式采取行动 路透社说荷兰贸易大臣斯赖·内马克 在级议会的信里表示 有关的限制措施将在夏季之前出台 很快 今天英国还在飘雪 不过是春夏来之前的一种现象 中国政府批评这些限制举措是违反了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原则 同意 老徐现在看很多的新闻 我也很同意中共的反应 对的 这个确实是违反了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原则 现在我正式呼吁习共要作出反制 你怎么可以被人欺负你呢? 现在踩上胸口 我认为 我作为一个集粉 提议 习共你要作出反制 如何反制呢? 既是不要买入美国荷兰日本的晶片 或者他们制造晶片的工具 不要赚钱 第一 甚至 拒绝为这三个国家提供任何中国人制造的产品 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害怕 不是什么 是不是? 真的 这些事情 叫做 人衰行路 打吐吞 还有一宗新闻 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习共这么运气呢? 我真的觉得很不划 没理由是这样的 是不是? 他这么英明 怎么会搞到好像最近头头碰着黑的呢? 只可以用运气解释 因为他这么英明 他的决定一定是对的 是不是? 好了 这个华为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星期日 即上星期日 报道陷入困境的中国电讯巨头华为 逐渐减少在英国的业务 包括超然各自原定投资10亿英镑建造的 剑桥科技园区 2018年的时候 华为投资了3,700万英镑 在剑桥大学附近购买了500英亩的土地 用于这个计划里面 声称会作宽带通讯技术、微芯片 以及人工智能软件等 尖端设施的研发和制造 原本计划在2021年 咦? 前年 原本计划在2021年 完成第一期的建设 这个项目在2020年获得规划许可 许可将在今年的8月到期 但现场仍未破土动工 华为的回应就说 对于华为剑桥科技园区的评估正在进行中 但又拒绝透露是否打算在未来五个月之内去动工 因为8月到期了 如果现在还不动工 很快就收回许可 根据华为官网介绍 这个剑桥科技园区 设计了400多个工作崗位 本来 落成后 将会成为华为海外的光电子业务总部 华为更称将会依托基地加强和高效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促进英国的技术在全球的应用 在中共的应用 对吧? 又是烂尾了 对了 习共的情况 就是烂尾这两个字可以概括他们的过去功绩 一直都是难理的 其实这样说 情况也颇容易理解 很容易理解 这件事有什么难理解 你会不会招呼一个贼仔进屋 你说 你会不会 之前不知道就说 我也不知道你是贼仔 不小心招呼你进屋 试过几次这个人进屋之后 总是不见东西 接着你跟那些都认识他的人 就去沟通 喂 你们有没有招呼过他进屋 之后有没有不见过东西 其他人说 有啊 你也是吗 是啊 接着你说 我也是啊 整天都不见东西 于是 原来这个人是贼仔 那你还会不会当他像上斌 邀请他进屋 奉上茶水 去招待他呢 后来还不止 你就发觉这个人不单止是贼 还是什么呢 他尝试勾引你老婆 这一宗新闻 大家看到 这一宗新闻 这个集共 真的过去 不是过去的 这个星期 真的频频不让人打念 中国被怀疑干预选举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3月6日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将任命一名独立特别专员去调查有关中国 是不是在分别2019年和2021年干涉两次联邦选举 那么中国当然是否认的 这个中国外长秦刚近日表示 他说 你们这个指控是子虚乌有 无稽之淡 这样 好了 所以呢 刚才所说的 什么叫做 勾引你老婆 现在看到了 要干预别人的选举 这个选举本来是别人屋里面的事 那么 喂 你可以说 中共怎么解释呢 习共 他可以说 喂 是你老婆觉得我man 而已 怎么man 我家打老婆 打子女 那就很man 所以呢 现在这个联合国也就中国新的高专 我们叫做人权专员 新上任 一新上任三把火 马上拿这个习共来开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叫做Vukatürk Vukatürk 在3月7日就在一次的演讲中就告诉人权理事会 他这么说 他说 关于中国我们已经与一系列行为者建立了沟通渠道 我想是一些人 相关的人 建立了沟通渠道 以监察各种人权问题 Vukatürk又这么说 他说 联合国关注对新疆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 及其他群体的保护问题 他说 在新疆地区 我的办事处已经记录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大规模的任意拘留 和持续的家庭分离 并且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需要采取后续的具体行动 好了 还有他有提及香港 他说 对中国当局对公众言论的限制 以及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 表示不安 该法是在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之后 是为了消除异己、异议而实施的 他说 我们对于中国当局更普遍地严重限制公民空间的情况 表示关切 包括任意拘留人权维护者和律师 以及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的影响 现在看上来 就是什么呢? 现在看上来 就是现任的VOKATURK 比起上任的Michelle Bartlett 暂时看上来更加强硬 上任没多久就已经指着习共的鼻歌 就说我现在会移动你了 对于新疆有民宪依据的侵犯人权指责 习共当然是一律否认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教育他们而已 所以我也说了 对付那些小孩 现在国际社会就不会说你没有 他就不搞你了 这些情况大家都已经醒了 整个国际社会都醒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星期的主赛 就是美俄中关系 这个星期的美俄中关系是什么呢? 先看看这一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一下午 参加了中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联工商联系的委员会议 听取了意见和建议 但是习近平罕见地直接批评华盛顿 指责以美国 咦?还没出的? sorry 好 刚刚说了 习近平在两会出席了一个会议 听取意见和建议 他在这个会议当中 罕有地直接批评美国 过去习近平是不会点出美国的 我也多次在节目中说 我觉得习近平是很烈美国的 很害怕美国的 就算那时候是奥巴马做总统期间 你看到他是会缩的 其实我经常觉得 就像这些serial killer 他专利欺负妇女 小孩子 遇到男人 或者比他强壮的男人 他就很烈了 这个就像习近平 习近平很烈 无论是Donald Trump 或者现在的拜登 好了 但是这次不是 沙坡 点名美国 说什么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过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压制中国 使得中国在过去五年抬不起头 不是 他说过去五年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不确定因素显著加增多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 援引习近平的话指出 中国这五年来 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 不确定及难以预料的因素增多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 围堵打压 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还有不单止习近平 就说被人打得抬不起头 自己自认 还有秦刚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外长秦刚刚上任的时候 有人问他是不是战狼 他说他不是战狼 但是这次又不同 突然间战狼上身 在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举行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之后在外长记者会接受外国记者的询问 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 回答了中外记者 这个记者会接近两个小时 所以都很长 如果你看到这个时间 显示出他真的要说些话 所以才有两个小时 在记者会上 秦刚从披战狼的皮 猛烈攻击美国 他说了什么呢? 美方声称要竞赢中国 但是也不寻求冲突 但是实际上美方的所谓竞争就是全方位压制打压 就是你死我活的灵和博弈 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 但是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林匹克的竞技场上赛跑 一方不是想着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而总是要叛倒对方 甚至想对方参加残奥会 这个不是公平的竞争 而是恶意对抗 美方犯规了 美方所谓的要求中美关系加装护栏 不冲突 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但这办不到 他还警告说 如果美方不去踩他的刹车 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狂嫖下去 再多的护栏都挡不住脱轨翻车 必然陷入冲突对抗 好了 这里呢 我就觉得很有趣 那时候我都说了 秦刚刚刚上任做外长的时候 和颜月色 那时候包括老徐的士兵人都说 战狼外交似乎开始退场了 当时也有很多资料显示 那时候习近平在搞魅力外交 他认为自己很有魅力 所以就经常在不同的 参加不同的会议和组织 所以好像一片的景象都告诉我们 习近平为了搞好经济 所以就把战狼的皮 暂时脱去了 现在不是啊 我都说了秦刚现在要重新披上皮 就让我想到一件事 有时候就像习近平这些老板 真的很难 有一天 习近平就跟习近平说 习近平就跟秦刚说 喂 斯文一点 你做一个的角色就是要 想好女儿 做一个斯文人 好好好 于是秦刚就做一个斯文人 就希望好像屡旗 屡旗 搞定陈宝珠 蕭芳芳 谁知道突然之间 习近平又习近平过来 喂喂喂 不行 你要做一个强奸犯 他们完全不当我是傻的 你强奸他们 然后秦刚说 喂老板 很难的 我前一刻是斯文 虽然不是 其实是败律 我前一刻是斯文人 但是现在你突然叫我做强奸犯 这场戏很难转 现在秦刚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了 对欧盟又是什么面子呢 秦刚说 中欧是两大文明 两大市场 两大力量 中欧开展交往 完全是基于彼此战略利益独立作出的选择 中欧关系不针对 不依附 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不管形势如何发展 中方始终视欧盟为全面战略伙伴 支持欧洲一体化 我们希望欧洲经历了乌克兰战火的磨难 痛定思痛 真正实现战略自主 长治久安 我们愿同欧方一道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互相尊重 合作共赢 克服各种干扰和困难 不断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和正能量 正能量 好了 你如何看习总和秦刚的变念 我有三个看法 第一 对美国的指责 其实是习近平国内政治所需 你知道了 刚才我说的 他经济预估的增长 2023年 他只敢说5% 就是显示他们自己国内的情况 是非常惡劣的 好了 现在习近平就要将所有东西 找一个选择 推到哪个身上呢 推到美帝身上 是转移 对他自己的决策 失误 说这些所有东西都最差的是他 好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独裁者困境 独裁者困境就是 你知道过去中共无论如何 都不是一个独裁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威权 或者是一个叫做极权 但是未去到独裁 但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去了独裁 独裁者是什么呢 Longly Longly 就是只有他一个人 是法后司令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独裁者的困境是什么呢 如果是没有了道 有了道就说而已 但是独裁者很少有了道 多数是没有了道 所以搞到一锅足 这个就是所谓的独裁者的困境 这个困境之下 就要将他失败的责任 不归咬于所谓的敌对外部势力 这是第一件事 好了 现在呢 以前为什么他不敢拿美国呢 有很多原因 以前的困境没有那么大 现在呢 中国陷入一个更大的困境 第一 第二 他也看到猛金让步 给美国也没有用 既然没有用 那就不如什么 现在看上来 我要拿你来祭旗 拿你去和我的五毛小粉红 最坏是他 最坏是他 第二 这个预示着美中关系 在短期和中期将会持续恶化 今星期这个迹象非常清楚 是会持续恶化 而目前没有一种力量 是可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所以老徐很有信心地说 美中关系将会一直恶化下去 但是 又会是一种的 叫做 控制的状态 双方都需要 现在习近平都需要 和美国的关系恶化 现在是需要 以前不是的 之前 没那么差 什么鼓劳波波 没发生之前 习近平仍然是希望可以 想法美国 对他的制裁可以轻手一点 可以有利于他的经济复甦 我觉得现在不是了 现在他似乎走了另一套 就是要将锅射给美国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就是 仍然想搞分化那一套 都还来醒 就是你还在想 打破欧盟 虽然我也知道有一个背景 他为什么觉得可能有机会 打破欧盟呢? 如果你不是这么坏 其实也有机会 因为 欧盟一直都很想自己有自己的主体性 不要经常要听美帝之笛 这件事是事实 不过你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所说的 如花在公众地方 我怎么不回答你呢? 是吧? 另外就是这个 刚才说了 这个 美中的关系 就不会怎么好 最少是短期之内都不会好 另外就是这个 习近平呢 刚才已经有相关的资料了 现在呢 这个也 最近习近平就去了 出席一个叫做 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 这个在中国新任外长秦刚警告美中关系有脱轨风险 以及陷入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一天之后 这个 习近平就参加了人大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会议 要求加快将解放军建立成世界一流军队 习近平更强调 要实现国家战略能够能力最大化 系统提升我国应对战略风险 维护战略利益 实现战略目的的整体实力 习近平还提出一系列的要求 希望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说科技 加快提升新兴领域的战略能力 增强产业链供应的链银性 提升国家储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提升国家储备就是钱 要有钱 要在科技方面自立自强 还有军队 要做第一流的军队 报道说 习近平还提到 需要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即是解放军到2027年建军100周年 就要有具备武力征服民主自由的台湾能力 之前那段新闻也有提及这一点 现在这段新闻令我想起什么呢? 就等于这么说 现在习近平在解放军会议 我们要建立一流的军队 在那里抹手挂 但其实有怎么抹法呢? 就是将我们怎么使手挂 好像很大一样 就一只手在那里抹着 抹肌肉上来 现在习近平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抹手挂 但其实在后面抹下去 就是这么说 你对着阿洛书华森利加 在那里抹手挂 你看我多大一样 你是不是要跟我抹手挂 现在习近平就是对着美国佬这么说 你看我多大一样 又或者是有奶便是粮的 宇宙最强 Donkey Yang 他对着泰神这么说 我是宇宙最强 你不要惹我 你以为你真的能打得好吗? 就是对着泰神这么说 就是这么说 Donkey Yang 你以为你真的能打得赢泰神吗? 这是电影而已 现在习近平就好像Donkey Yang 或者刚才说的 对着阿力斯华森利加 你以为中共在军事、各方面 科技方面 真的有没有可能 捏赢美国呢? 尤其是现在美国制裁你 抑制你的情况下 好了 所以你看到以下的新闻也显示出 习近平对于自己的能力 似乎是不太清楚的吧? 中国全国人大3月7日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主要包括两个部门的建立 以及四个单位的重建和调整 另外就是按照5%的比例精减中央机关人员编制 观察家分析 今次的改组突映了 习近平的个人意志 是贯穿整个国务院的运作 好 多谢 贯穿整个国务院的运作 也突然了 中国是想要 保护科技的短板 去回应 美国和中国之间对抗的新形势 预期两会之后 美中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 这个所谓的改组是什么呢? 用简单一点的说法 就是他要科技自主 所以整个这方面要加强 重组科学技术部门 强化战略规划 资源统筹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健全新型的举国体制 就是用举国体制去搞科技 彭博新闻社指出 他说科技部经过重组之后 将更不够集中资源发展技术 藉此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面对美国限制晶片对中国出口的举措 习近平日前也罕见地公开点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压制和围堵和打压中国 好了 这个 现在 这个举动也显示出习近平觉得 没有了 算了 你们现在不卖晶片给我 唯有我自己搞 自主研发 以前靠偷 现在 齿路不通 所以就习党国之力 自主研发 好了 我为什么说习近平还没醒呢? 第一 过去其实 自主研发已经是一段很长的日子了 那些千人计划偷完之后 希望可以进入一个真的自主研发的 但是为什么不成功呢? 花了一万亿人民币下去也不成功呢? 因为贪污问题 因为中共最出名的就是骗骗骗骗 你骗人 别人也会骗你而已 骗你那些也是中国人 好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花了一万亿都不成功的东西 为什么你觉得今时今日会成功呢? 第二 研发的制度有因是很重要的 老徐之前做了十集的《英国崛起史》 其实也是在说制度有因 就是说什么呢? 你现在所谓的自主研发 有什么制度有因 可以让人真的投入下去 去帮你做一些赢得美国的晶片呢? 你的有因在哪里呢? 我举一个例子 当时我说英国的有因在哪里呢? 就是所谓的专利 当时英国可以在专利方面的制度是最成熟的 所以只要你是当时的工业革命的时候 有这么多工人阶级 其实不是科学家 工人阶级会投入去做一些新的工具 新的器材出来 因为做了出来之后 它的利益是很大的 但是你看到过去习近平如何治理中国的? 你发了一答之后我抢你回来的 你那些是什么共同富裕的政策? 民企老板每个人都一样走 滋滋滋滋滋滋 你认为你有没有这样的制度有因 令到那些人真的心甘命底帮你自主研发呢? 第三点 当然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人才了 我也说了 我是人才 究竟我会留在美国 直谷这些拥有极之规范的一种法律体制之下 去做这个研发呢? 人才会选择离离中国啊? 还是留在美国呢? 所以呢 我也说 哦 举一脚吧 不要举一脚吧 举一脚吧 看看你可不可以自主研发到高端的晶片 这个星期呢 有迹象显示 就是刚刚说了美中关系 应该是会大家越来越走越开的了 至于中俄又怎样呢? 中俄有迹象显示越走越迷 这个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 在3月8日第一次听证会上 一位国防部的官员在汇报中表示多种公开资讯显示 俄罗斯国有的核能公司叫做Rosten向中国提供用于快速增值反应堆的高龙宿油 他的目的呢 是为了生产武器级的笔 或者叫做独煲 那个字呢 有两个发音的 总而言之都是一种的元素 要么有些人独煲 有些人独煲 好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迹象显示 美俄似乎越走越迷 俄罗斯提供一些 油元素给中国发展核武 好了 这个令人觉得 有些担忧 就是 中国会不会 叫做 用武器回报它呢? 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 此前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目前还没有记录到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的迹象 但是我们也确信 中国并未完全排除这个选项 现在美国方面说 未有迹象 不过 还是不能够排除 中共会这么做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 之前已经表达说 我预计中国不会采取这个重大举措 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至于乌克兰的情报局局长 布达洛夫 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中国会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德国鲁曼基金会台北办事处主任 马尔蒂认为 虽然可以想象中国可能会提供武器 这个选项 但是他说 根据我的分析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有很多理由 是他不会走这一步 所以这个鲁曼基金会的主任 就说他觉得 中国不会这么走这一步 好了 好了 这个呢 我怎么看这个呢 究竟到最后 习近平会不会向普京提供武器呢 这里我有三点 第一 如果安倍晋三没有错的话 安倍晋三在他的回忆录上提及习近平 他说习近平是强烈现实主义者 非常现实的 不是我们所说的精神领袖 他是现实主义者 如果真的是现实主义者 我就看不到他为什么要提供武器 而令自己陷入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 所以这个呢 第一 就是 习近平 我都说 虽然 是包子而已 你真的不要当他傻 不要当他小子 他提供武器给普京 对他自己来说有这么大的后果 这么严重的后果他怎么会做 第二 我觉得他极可能如何敷衍普京呢 就很可能提供非致命性的军事需要名件 就不是什么买之前说的无人飞机 就不是 是给他一些零件 第三 就是 最多就是加大俄中贸易 所以他两个的关系 普京和习近平的关系 是不会密切到一个地步 现在好像欧洲那样 就是 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他和普京基本上未去到一个步骤 就叫做好像盟友 这是我自己觉得 他仍然是大家之间各心有所属 甚至在必要时的时候 互相同一刀也可以 好了 这篇文章就这么说 他说 美国情报机关的领导人在3月8日 在会议当中表示 尽管俄罗斯入侵乎克兰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但是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关系 还在深化 以便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目前 普京和习近平之间 是因为大家面对同样的敌人叫美国 所有的关系会继续深化下去 不过这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而不是大家的心心相印那种 报告主要聚焦在来自中俄的威胁 指出中国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恐吓其他 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主张的国家 并且在2022年行动的基础上顾忌重施 包括可能穿越台湾海峡 或者发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 不过拜登总统主要情报顾问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就这么说 他在听证会里指出 美国情报界的评估认为 尽管习近平最近严厉批评美国 北京仍然认为维持跟美国的稳定关系符合他的利益 在听证会的问答阶段 时时跟随着民主党人投票的无党派议员 叫做金格斯金 Angus King 中俄关系向海恩斯提问 他的提问说 这是一种临时的冒水夫妻关系 还是一场长期的分暖呢? 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 可恩斯的回应是这样的 他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持续在深化 但是他不太情愿去用分暖去描述中俄的关系 他说我们看到他们的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限制 我们不认为他们会像我们和北约成为盟友那样 达到这样的水平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看到他们在每个领域的合作都在增加 好了 这个就是现在俄罗斯 应该这么说普京和习近平 在美帝的威胁之下越走越近 而习近平似乎看清楚这个形势 他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和美国恢复一个良好的关系 不过在这个时候 美国又似乎非常懂得做 就不会在一些无谓的事件上 令到习近平更加愤怒或者更加冒面 英国《金融时报》在3月7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说服有意访台的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将双方会晤的地点由台北改为美国加州 以避免中国予以军事回应 怎么说呢? 情况就是你在街上有个颠子 你明知道在街上有个颠子 你也会迷路走 你不会特意去击他 因为击他会有麻烦 就算他套你口水也不想 是一个这样的比喻 所以现在蔡英文就说 不要惹个颠子 我来吧 你不要来吧 在3月8日彭博社报道称 麦卡锡在7日晚证实了将会在美国会见蔡英文 而且根据他 不过这一局的会面 麦卡锡未排除他日日有机会访台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就以过境去描述蔡英文去美国 而不是用访问 他说是过境而已 transit 发生社就指出他说 此举是显示美国支持台湾 却是并未承认台湾 普莱斯表示 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 是和美国长期的政策 美台之间强劲的非官方关系 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这么说 现在给你面子 面子给你真的没什么所谓 美国很务实的 狡猾的美帝会继续在一些实质方面 才来玩你 但是这些访问台湾这些事情 就可以不做就不做了 如何实质上去玩你呢? 这个就是 美国和欧盟又有事情搞 美国和欧盟正在推进 以关键抗产为重点的 贸易协定的起草工作 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 预计会在3月10日 就是今天 今天就会讨论这个计划 以减少对中国的抗物的依赖 所以你看到 这个美帝真的很蛊惑 那些就是说 你不喜欢我触碰你的底裤 我就不触碰你了 但是你继续在外围做很多小动作 就令到习共就 真的没有空了 整天一下子 就这样子 一下子就这样子 好了 所以 这个星期整体来说 总括一句 整个世界的局势 你可以说是 美中 大家的关系越走越远 至于中俄短时间之内 只要在乌克兰的俄乌战争 仍然处于一个交局的状态之下 普京也是需要习近平的支持 所以两个人一定会越走越远 不过这个不会是永恒的 也很可能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你知道我经常说 黑社会的关系是假的 随时捅你一刀 就是你后面的所谓的同伴 或者是马仔 这就叫做黑社会的处事方法 好了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透过CLASS 留言、赞、订阅、分享、订阅 拜拜